狗狗无辜发抖的原因 抖的话引起抖的原因比较多 像天气冷 然后紧张害怕 还有就是应激反应 调节反射 再一个就是疼痛 然后饥饿 然后低血糖 还有就是癫痫 这些的话都会引起狗狗的抖 那如果是说他身体状况一切都正常 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抖 像这个就是环境刺激引起的这种发抖 如果是说他有一些异常 比如说出现了呕吐 没有食欲 然后不愿意动 那如果出现抖的话 可能是消化系统 或者是疾病本身引起了呕吐 引起了这个抖 如果是说他像不愿意动 然后四肢不协调 那可能是椎体 或者是功能性的问题 神经问题引起的这个抖 所以要综合以上的一个因素 来判断是哪方面原因引起的抖 这种抖 感谢观看